于怎么看今天丑哥也化身为一把领导 再次证明立棍单打 只会输球 不能取胜 不怕小丑四十加十 就怕小丑二十加十四 确实 如果说真是大爆大懒 化身成单打独斧的话 不得不讲 外号就有不同的含义了 原本的含义是什么 这个人恐怖的实力 自己即便说这个打法风格 与当时的目前的篮球的普遍的观念背道而驰 但是也自己坚持内心当中的信仰 追求自己心中想要全世界正义 这就是周克 可能说他这种内线球员 这种风格不为目前的篮球风格所容 但是他也要打出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 这是周克 再加上恐怖实力 但现在你要是完全成为什么 一个大号的单打立棍杀气了 那么你就真是成为小丑了 这个小丑的含义立马就360度 立马就180度大转弯 小丑外号 他本身隐藏的一些比较积极的一些因素 就会被消失殆尽 就会转换成彻底的一个反面的符号 小丑 场上的小丑 单打的一个小丑 数据再多 那你不也是自己独木男子吗 那你不也是孤家寡人吗 所以约琪用现实血淋淋的案例证明了 即便是约琪这么具有才华的一个组织 如果说一味单打的话 除非你拥有宇宙用级别的强悍实力 你要是不具备宇宙用的实力 哪怕是美国孟子队给杜兰特带 也会除了04年以外 额外唯一的意思在奥运会的舞台诉求 杜兰特带来的 如果你立棍尔担打给你美国孟子队阵容 你连法国人都打不过 这就是立棍尔担打的伤害 即便说阵容实力强无绝境队 尼古拉元奇个人实力又这么表达 你进攻端这块你效率哪怕说再恐怖 整个约琪直接成了 但凡就在砍下四十甲 异常没赢 目前是零上四伏的战绩 可见即便是约琪 他都没法通过担打 去带领球队更进一步来 因此这就基本上已经是现实摆这眼前 为什么之前这种情况我就讲 立棍单打伤害球队 是不是这样 事实上确实如此 为什么之前这样的 我就抨击卡文德兰特 面对熊路熊王家不传球了 不相信咱们他等了 就自己一个劲忙干 卡下五十甲分文不止 放眼吸来赛的角度 最终你不还是败了吗 作为队友都没有手感了 你那体力也不济 打到最后 你当时到了家时代 分为未得 这就是立棍担打的下场 不能立棍担打 谁打谁就是小丑 你要是大量立棍担打呀 为什么他叫立棍担打呢 就你一个人打吗 就有个人跟他看着 你又不是有球 无球相结合 大量的持球打 是不是 你都来说什么叫立棍担打 就是有球 过去说张手立马就要球 然后就滑了开看了 那个斯坦布各方面就开始 做事要担打 就拉开架似了 约棋不也是吗 你看这场比赛 他有多少无球回合 没有 无球非常少 就是有球 面对对方 这个阿德巴越直接担防 一个人往南下堆 有球打 你要是打点无球也行 你像库里有球 无球相结合 得分多很正常 大量有球 一个人盲目挡干 周围队友碰不着球啊 你为什么无球多 他就没事呢 无球多 周围队友也在不断的 这个接触球 就进攻端一个回合 球大量的传导 大量的导手 每个人手不最凉 这是有球无球 库里那风格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一打货不费 三打货不费